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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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往往都得出 一个人在家是想不到的 这样的话 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 往往是发展成一件正面的事 对于患者 对于家人都会是好事 对于照顾者来说 他要很肯定清楚 他自己能够付出多少资源 比如说照顾者本身 他可能有一份工作 他要默默把他的工作全部要离开 不做 而是24小时去照顾 这个是不健康的 如果糖尿药他没有办法 一定要这样做的话 都要他明白到自己 只不过是有限的时间 他需要时间抽离自己 在家里面 他需要有时间做运动 他需要有时间的话 有其他社交活动 如果中间有一些 比如说没有五个人手 看看他家里还有其他亲戚帮忙 或者是用其他额外的家务助理帮忙 这些都要去考虑 更加重要的是 照顾者很需要明白到自己的状态 当他发觉自己很猛烦 或者情绪很低 或者是他自己开始有销售等等 他更加要去看医生 看看他自己是否已经跌入了情绪的问题 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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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